Hello 大家好 莎姐 今天拍這段影片主要回應一個網友JY 大家如果有看 她在我這裏流連了一大篇 她說我站在道德屋地去批判人是非常容易的 就叫我看看啟德發展的固善日才下判斷 我剛才看了她的東西 可能在資料上是真的沒有做的 但我只是能夠承認 她很勤力 但你說我站在道德屋地 說得我高高在上 很自以為是 但我自己從她的文章 我就覺得她很虛偽 其實她才是最虛偽 最辦道德表的那個 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 可以的話 我當然是想住大一點 當然是想說我自己家的風景漂亮一點 這個是無可厚非 但有時候這個世界不是只有你 但當你沒有辦法的時候 你都要什麼的 她說了幾樣東西 老實說 她說的東西在茶姐眼中 基本上都不是 而且我覺得她說的所謂理論 其實是為她自己辯護 她說到簡約公屋的起地 早二年已經在承規會裏列為商業地 而且本來有三塊商業地 其中兩塊早於1819年已經出現在賣地表 而另一塊至今 而且在今年的賣地表中 另一塊還在今年的賣地表中 並不是發展商打算勾地 而這三塊地原有的地下街部分 也不知道何時建成 我自己看了 成規會說這個是做商業用途 是否不能改變呢 成規會那些規劃不代表是一定要實行的 即是等於我們經常說批了預算 就不代表不能切預算 也不代表不能洗預算 另外她說那三塊都在賣地表當中 我不知道她這個消息是否最更新到今天 可能是更新到林鄭的時期 你想想 昨天通過了簡約居屋撥款 即是說這些地應該已經處理了改變用途 如果不是她怎樣批呢 除非你說選了公屋的撥款 只是批給元朗那些地 就不包括啟德這塊地 但好像有沒有說 如果她沒有說的話 沒有說特別啟德這塊地不批 即是說她選了公屋批的撥款 就包括啟德這塊地 即是說以政府所有的規條 我們知道政府架構是很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的 如果她是否改變到用途的話 未能將商業用地改為住宅用地的話 你覺得這個撥款是否會批呢 我沒有檢查過 因為我經常都跟大家說 我不是給大家資訊 我是和大家一樣 在一個普通市民去思考這件事 根據我認識的政府 它就應該已經改變了用途 然後才可以批 選擇了公屋的預算 亦都可以解釋到 其實這個選擇公屋 被家超提了一段時間 為何現在才批呢 可能原因是要改變用途 這裡需要一些文件的時間 其次是啟城邨 德朗邨是啟德區內最早的住宅 比任何手字盤、居屋、私樓都還要做 即是說這些私樓開賣的時候 公屋已經存在 買家決定買入的時候 已經考慮到公屋的存在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 on top of這些公屋 再加萬火簡約的公屋 啟城、德朗一共都只是 一萬三千火左右 大家關注這些區內的配套都很合理 我自己覺得 第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之前已經有公屋在 私樓買的那些 已經知道有公屋 所以就OK 其實我自己覺得 你也知道有公屋在這裡 多一個村和少一個村 是沒有分別的 你附近也是有公屋的 那麼多一個村、公屋 又會有影響嗎? 你現在不是沒有變有 你只是多一個而已 有什麼影響呢? 我真的不明白 還有我要說 要搞清楚 那些私樓 就算是發展商 它投地 它只是買那塊地上面的使用權 所以那些業主買的 是那個單位的使用權 那塊地是不屬於發展商的 所以發展商是不會包到 你說 之後的視頻是怎樣的 這個是發展商不包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就真的有少少 不知道它想怎樣 因為發展商是不會包視頻 發展商是不會說 未來那裏就是有三等雙下的 這樣告訴它 根本是不會簽這些 但是我知道 有些發展商會說 無敵海景 或者是永久海景的 那就是看條例 就是它想永久海景的意思 是真的政府已經簽了 說之後不會再發展那裏 所以它擁有永久海景 這就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一般來說 發展商是不會告訴你 你將來的視頻是怎樣的 那好了 他說現在啟程德朗 有萬三火 所以再加多一萬火 簡約公屋 大家關注配套是合理 這個我認為是合理的 但是又要這樣說 當你多了人的時候 同樣地會多一些商家進來 這個也是事實 你想一下 多了人口 多了人買東西 就會有商機 有時候很多時候 大商街大企業的話 它都是計算過一條數 喂 你這麼少人 我根本就不值得 我放這個店鋪在這裏 就正如我們這個屋苑 其實有很多東西都沒有的 因為我們人數少 所以很多東西都沒有 但是如果你人數多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有發展商 會過來 可能開店鋪 可能過來開多些食肆 又或者巴士線 人口多的時候 區議員跟他申請的時候 他計算過一條數 就可以開多一條線 所以這些是 所有東西 不是說 你過來是欠資源 我覺得這個概念 是要很清晰的 你要搞清楚 我不知道他用了 中式的概念 還是美式的概念 總之 他經常都覺得 用了一個很不好的理念 就是 人們是過來欠資金的 但他沒有想過 如果我們是用美式的概念 的話 你只要份額夠大 就自然會有人來開拓這個市場 你只要有市場 就自然會有人來做生意 為什麼他不可以反過來想 所以我覺得是很奇怪 他經常用了一個很負面的想法 他說 你不要忘記區內還有六塊地 是改劃做居屋 又一萬火單位 還有兩塊學校用地 改造過度性房屋 又是數千個單位 然後他說失去了商業地 地下街中斷 學校地又沒有 交通方面單軌又不起 然後你說包容一點 考慮一下劏夥 完全是可他人之概 我沒有說過 我之前都告訴你 我也是自私的 我想你不要說得這麼道德表 失去商業地 你搞清楚 不是失去商業地 你的商業地可能永遠是丟空的 現在就算我給那三塊地皮 你真的在商業大廈又如何 你要搞清楚 就算我真的拿這些地去拍賣 拍賣到嗎 之前都有試過拍賣不成功的 因為未達標 所以收回那塊地 你覺得這三塊商業地 會有人拍賣嗎 不是 政府就算拍賣 是有人會買嗎 你看一下現在香港的商業社會 香港現在還有商業的嗎 我們早十年 就已經見到很多人 將一些辦公室 由中環的甲級寫字樓 降到一些月級寫字樓 或者以前在中環的 我自己知道 以前在中環的Landmark那裡 上面那些大廈 後來搬去泰國坊 都是甲級寫字樓 但是價錢就差很遠 接著我姐姐做的大公司 早五六年 都有好像是尖沙咀 就搬去紅磡 我之前早五年 做那個GAP的時候 他在搬台 他說的之前他們都在香港島 港島那邊的 漂亮的雙下 但是現在就搬去APM 其實這五年 其實這十年的經濟都開始滑落 開始有些人 就已經將後勤部門 例如人事部 例如會計部 這些 或者是電腦部 IT部這些 後勤支援人員 就搬去了 可能是觀塘 搬去次一級那些地方 我之前見公的時候 尖沙咀的 他說遲些我們會搬 然後問我搬塘 可以嗎 那是什麼 就是說 人們已經把寫字樓 可以的話 就減低寫字樓的皮費 而且我們也看到 很多丟空的寫字樓 現在也有很多寫字樓單位 你想想 還會不會有商家去投地起雙下 如果不是A級 B級 B級 C級 有些人就算了 我不要商下 我找些工商下 現在全灣有些新的工商下 工下 是新的蠻漂亮的 他直接租的那些更划算 擺明的工廠 我只要有些工廠外面都很漂亮 然後我只要裡面裝修得漂亮 漂亮就可以了 那你覺得還有沒有人會 傻到 去投快商下地 商業地 然後建呢 那當然你可以說 建商場的 沒問題 但是會不會倒本呢 因為你現在說商業地 我不知道是說 因為我沒有特別去查資料 你說商業地 我第一時間想起雙下 可能你說商場 那樣 可能是的 但是 要考清楚 先 揭先 哪一樣是最優先 你現在不搞定這幫住的 香港是會亂 但是 你沒有商場 不要緊 你去隔離區就有了 你走多一點 遠一點 九龍灣那邊就有大馬商場 德福那些 不是再走遠一點 旺角 都有 那哪一樣是重要呢 走街購物還要 還是人家的住屋 會優先一點 就是享樂是更重要 人家的生死 那你說 學校地又沒有 那我又再次問 阿哥 現在已經是小班教育了 還說要殺校 你學校地要來做什麼 你拿來建學校做什麼 你都沒有學生建什麼學校 現在已經是說 已經是由 以前四十幾個人一班 變成三十幾個人 三十個人一班 小班教學 就是因為人數不夠 正如有些 正如有些 議員說 為何不用荒廢 有荒廢學校 有荒廢學校 我們為什麼還要建學校 你說 那我要那個小朋友 住在那區讀書 你要搞清楚 要搞清楚 夠不夠教師 你想想 就算有個新學校 你又是不是會 apply 誰不知道 那裡 我記得啟德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我以前住九龍城 住福老村 在獅子石道前一條街 福老村 我們那個校網 就是九龍城九龍堂 那全部都是名校 當然大家知道 九龍堂 有Mary Rock 有協恩 有拔稅 那一堆 那你問我 你有學校又怎樣 那些人個個都是 考這些 考這些好學校的 你覺得 會有人考這些新校嗎 那而且說真的 很多都要跨區的 有什麼問題呢 問題是 你已經 學校 學校是多了 就算你這裡 起床學校 你是不是要去別處斬校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根本學校不是問題 因為學校 本身 就有 太靜 那如果你的 小朋友是厲害的 他就可以去 園區 你不用擔心 交通方面 單軌又不起 是不起還是遲些起呢 可能再規劃過呢 就正如當初 宋皇台的地鐵站 因為有文物 所以再規劃過 是不能再規劃過的 現在再規劃過 現在就是宋皇台 搞定了 而且你不要說交通方面 現在啟德是有地鐵的 以前啟德是沒有地鐵的 你就真的可以說 嘩 怎麼算 那時候 又多了一萬三千火 啟程德朗多了一萬三千火 居屋那裏又多了一萬火 那裏又多了兩千火 幾千火 接著現在又多了一萬火 但你不要忘記 剛剛才起好了啟德 啟德地鐵 一個地鐵會在乎你那幾萬人 幾萬火 你不要玩我 以前沒有地鐵的時候 都沒事 現在有地鐵多幾萬火 會有死 我又真的不相信 你知不知道地鐵一天的載客量 是可以多少 一個繁忙組上可以吞吐量多少 你在騙我 說得很像什麼 蘭鐵鐵說那一句 關你什麼事 你說到我 可他人之外 那又關你什麼事 現在你的商業地 你是等著那個商業地 等到他的辦公室嗎 還是你打算生小孩 那時候沒有學位 那你想想一下 你小朋友有沒有學位 是因為他考不到進去的 如果他好像說我認識的那些同學 他在馬尔oka 讀小學 他有本事 直升到馬尔 365 對不對 我當時在聖家家落薩 即是中學是粉紅色三個 我有本事就升了那裏 就是沒有本事才會掉到別處 如果你有本事的 你的小朋友有本事的 都可以直升這些名考的 都可以入到這些名考的 所以其實學校不關你的事 那你又憑什麼出聲呢 他說廣喜市區旺角商業地又不建 不油不涌 大把劏房在油尖幕 問題是你看到旺角的商業地是沒有東西的嗎 你看到旺角哪一塊地是沒有的 沒有樓啊 難道我可以在旺角的商業地 剷走它嗎 叫人們走完 然後我剷走它的地又再建過嗎 你見到哪裏有一塊大地啊 可以建樓啊 你真是厲害啊 這些就是看到他根本就是裝什麼 根本也不關他的事啊 他講那麼多這些東西來幹什麼 我情願他老實地說一句 他現在影響到我啊 我是不喜歡的 你說我自私也好 總之我就是不喜歡的 那我反而還OK 我反而覺得沒什麼 因為這些是有血有肉的人 但是現在講完這些這麼大的邏輯 就是想告訴別人 想要我認低威說 其實我是弱智的 他想我感覺而已 其實我不是很厲害而已 所以我考慮不周全嗎 不要這麼虛偽啦 有誰不喜歡地方大 有誰喜歡這麼迫劫的 但問題是沒有辦法 之前搞到這樣 就算我們現在看到很多大地是吉了 但是那些地已經是 可能已經有私人發展上mark了 或者已經是他們的囤積裡面 所以政府都拿不到利用 但是現在的環境就是 你現在再不建 再不建房子的話 它未來幾年都沒有建房子的話 你的所謂的輪候賊只會越輪越多 因為 我不要說經常踩一些年輕人不做的 有時候沒有關係的 是因為現在這個社會 香港的經濟環境是真的變差了 不要經常賴疫情 其實沒有疫情之前 都說十年前 早十年的時候 那些大佬就已經看到 香港經濟變差了 開始變差了 所以他們已經開始找了地方 把那些後勤人員搬走 不要那麼大地方 現在不要說後勤人員 就算是比較前線一點 都搬走 為什麼呢? 節省一些租金嘛 所以其實 你看到現在的營商環境是越來越差 所以這些 低收入的人是會更加辛苦 而物品越來越貴 他們的購買力是越來越低 所以如果你再不給房子的話 那個輪候差是越來越高 因為會有更多人失業 到時就會社會亂 你現在這樣說我 其實你是想社會亂 社會亂對你都沒有好處 是完全對香港經濟是沒有好處 我今天去交功課 因為那個預算案我做的 就是那個大廈的預算案我做 我跟Sekio說 我預計他加薪 我說也不多 他已經很開心 他說有加就好了 他說其實他都看到的 那個管理員都看到的 他說這個香港的環境 他說沒有想過加薪 他說沒有想過加薪 只要繼續維持在這裏 有份工作就可以了 有得加 他說已經非常非常開心 因為他都不願有得加的了 所以你想想 那個環境是越來越差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出過去看 我那次見到 特例大島 以前不是買一些很高檔的東西的 現在有夾娃娃機 這些基本上是想不到樓 在魄力大道這麼高檔的地方 是根本不入樓的 有夾娃娃機 即是夾娃娃機的店 然後有賣幾十元一條牛仔褲的店 然後外面還掛了東西 就五元一個發夾那些 這些這樣的店 之前現在還有賣兩元一隻碟 幾多元一隻碗那些店 還有一些多肉植物那一隻 那你說這個商業環境好嗎 完全不好 你不再快點建一間 簡約公屋的話 叫那些人怎樣住 就算我現在立刻批准 立刻建都要三年 那些人還要多捱三年 那你怎樣 即是否一句講數 這麼多的數字就是什麼 是啊 數字你對 但道理我對 是不是這麼冷血呢 你是可以不用你人死活的 總之我要跟回數字做 你不是做會計 你現在是在做房屋 說房屋 因為所有事情都牽連到人 政府的 政府的政策是牽連到市民的 所以必須要平衡 而作為一個市民 他講到我好像 因為我自己有地方住的 就是在漢卡人之外 現在你沒有地方住 你沒有地方住的話 你更加想要選一個公屋 就算你自己覺得 我看他人之外 好像整亂的地方 我可以告訴你 你過去 葵禮景那邊 你過來青衣這邊 青桃樓那邊 青桃樓那邊 就是 南橋一入 第一個公屋屋園 我告訴你 我從來沒有想過 那裡這麼小的地方 他都故意建一棟樓 政府不是不做事 他都在那裡 其實 那裡真的夠建一棟的 地方是小到死 都要建一棟仔 為的是什麼 為的就是要多些人有樓上 麗景 本身那裡已經是 很漂亮的 麗景地鐵站 上面不是有些公屋 那裡是環境很漂亮 一望就看到海 但在前面突然建一棟公屋 那些人又沒有房子 那些人都不想前面有棟公屋的 明明可以看到海景 明明可以看到海景 但是沒有辦法 大家都知道沒有辦法 我不見那些人出來吵 但是沒有辦法 建造了 建造了 所以我會覺得 建造幾棟公屋 是不是真的會影響到你那樣的習慣呢 是不是真的會令到你 這間公屋會面貼你呢 所以我自己覺得 大家做人是要互相忍讓 只是我覺得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不開心 我這麼貴買一層樓 現在有這麼多人給我賬資源 但其實你可以想一想 究竟這些資源是否真的完全要搶的呢 其實可能是可以足夠的 當初我們這裏都沒有這麼多資源 但是區議員不停不停地揮 那些資源不就在 揮得爲便那些車巴士又來了 大家在妥協和各方面當中協調 初初說要有巴士去出中華 九巴士去新巴士那些 因為要牽連到九巴士和新巴士 他們都不宜貸 後來才說 早上四班上班 下班就四班 總之六點到五點五十幾分 開始到七點 有四五班 然後就沒有了 晚上七點後就自己搞定了 如果你想在銅鑼灣回來 晚上七點後就自己搞定了 現在再不停地爭取 總之 差不多下午時段 就有車 直至凌晨回來 又從銅鑼灣那邊回來 我們這邊出去 就早上六點幾七點 到下午十二點 就可以出天候 這樣 這些所有東西都是 雕回來的 不會有一件事 一時間就在那裡 正如啟德那些公屋 他們當初進去的時候 配套都不夠的 那些車都是不夠的 現在慢慢改善 那你為什麼覺得 一定是被人搶了 所以我覺得 自己要調節一下心態 如果不是說真的 你什麼都覺得別人搶你的 那你有什麼位置 那好吧 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次再談 拜拜